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之前阿倫有去日本的Costoco 也就是Costco 嗯? 都念Costco嗎? Costco,Costco 反正就是那一間美國那個大賣場 阿倫有去日本的Costoco去買那個台灣的義美小泡芙 然後之前買的那一箱呢 12盒12包的那個義美小泡芙 現在已經全部都吃完了 有一部分是阿倫自己吃啦 然後有一部分的阿倫其實就是有拿去送給 阿倫在日本的一些朋友們 對 之類的齁 所以說現在呢 那些已經被阿倫全部 已經沒有了就對了 好 那為什麼今天會提到那個義美小泡芙呢? 主要是因為很多人 有留言給阿倫說 他們想要看看 日本賣的小泡芙是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日本他們也是有賣小泡芙的 所以今天呢阿倫就把它買來 來實際的開箱 並且試吃給大家看看 日本的小泡芙是什麼樣子喔 せーの 日本的7-11所推出的 Choco Shu 巧克力泡芙 大家可以看 光看這個圖呢 是跟我們台灣的義美小泡芙還蠻接近的 然後我們就實際的來吃給大家看看吧 這個很便宜 這個好像才日幣108塊而已吧 就是那種百元店的價格 所以算是還蠻平價的一個零食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看看吧 它裡面呢長的就是像這樣子 一包裡面呢有很多 很多的小泡芙有沒有 而且一打開它那個巧克力味道就這樣飄出來 非常非常的香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喔 他們的小泡芙呢長的就像這樣子 跟我們台灣的小泡芙有一點點 不一樣 而且它的皮呢是比較軟的耶 好所以最重要的味道 我們來實際來吃吃看它的味道到底怎麼樣吧 いただきます 像台灣義美小泡芙嘛 它外面的皮呢是脆的 它這是完全是軟的 跟台灣的小泡芙比起來呢 又是完全不同的風味 不難吃 還蠻好吃的 可是就是因為 口感呢跟阿倫一開始想像有一點落差 所以現在還沒有完全能夠接受 因為它裡面的巧克力的餡呢 超實在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遠遠的看 就可以看到它那個 裡面是黑黑的 都是巧克力餡 有沒有 就還沒有撕開來 就可以看到裡面是滿滿的 巧克力餡的感覺 好我們挑了一顆小泡芙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剖面圖吧 大家可以看到完全不費力 就把它切開來了 剖面秀 剖面秀 這個呢就是日本的 7-11所推出的 泡芙的剖面秀 它其實裡面算是用料還蠻實在的 巧克力非常非常的多有沒有 真的還蠻好吃的 不過呢它的口味呢 是偏甜的 就是它是還蠻 蠻甜的一個零食 而且呢 你吃得出來它的巧克力呢 是那種 便宜的巧克力 這樣講對嗎 可是就是那種 我們平常在外面可以很容易就買到 那種巧克力的那種味道 嗯 然後就口感來講呢 它 它沒有脆脆 它是因為它很軟 然後因為裡面的巧克力 的料呢 也很軟 所以你放到嘴巴裡面去 就是那種完全有像是那種 融化在你嘴巴裡面的感覺 就連同皮喔 連同皮一起在 在你嘴巴裡面融化 你甚至可以 不用咬 都可以吃的感覺 嗯 感覺你用舌頭跟用 你那個上面的那邊 你壓一下它就整個就化掉了 那種感覺 之前有很多人說那種 一米小火冰起來會更好吃 冰冷凍會更好吃 然後至於這個呢 是不是也是一樣呢 我們去 把它冰在冷凍裡面 看看這個巧克力 冰在冷凍裡面吃起來呢 會不會又有一番別的不同的風味呢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它冰起來囉 我們等一下再來試吃 好我們現在已經冰了大概 快兩個小時了吧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冰冷凍後之後的這個 小豆腐吃起來的味道 到底又是 會不會變得不一樣呢 好 喔它裡面的巧克力現在摸起來 是摸得出來是硬的 好那我們來吃吃看 いただきます 它的巧克力呢 變硬的是還蠻好吃的 沒有錯 可是因為它的皮呢 它本身的皮還是一樣 還是軟的 就會變成說 你外面 很很容易就咬 很容易就咬進去 然後可是裡面的巧克力 確實有一點硬的那種狀態 嗯 比起來呢 阿倫比較喜歡吃 還沒有冰過之前 因為還沒有冰過之前是 整體來講都是很軟的狀態嘛 冰過之後就變成說 好像有點 不太搭 就是外皮太軟 然後裡面硬硬的感覺 味道來講呢 是好吃的 然後這個商品呢 阿倫是在日本的7-11所購買 它是7-11所推出的 限定的產品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日本的 適合日本的話呢 也不妨可以去看看 裡面這一款 巧克力泡芙喔 包呢是日幣 好像108塊吧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喔 今天的阿倫別人店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 我是跟各位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 還有像今天這種 日本的一些 臨時的試吃的 體驗跟報告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如果你已經是訂閱阿倫頻道的朋友們 不要忘記按影片 訂閱按鈕旁邊的一個小鈴鐺 這樣阿倫在上傳最新的影片的時候 才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另外這邊呢 是阿倫的Facebook 有粉絲頁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人可以追蹤一下阿倫喔 還有呢 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跟台灣不一樣口感的小泡芙也是很好吃的喔 好